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打開新的吧 這是遊戲規則 為什麼我每次都把遊戲規範的 小紅帽 劇情一隻小紅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進入故事 找到五項證據 並找出這回禍首即會完成任務 請先到冰火城窟 尋找線索吧 整個故事散發著不尋常的氣息 似乎隱藏了許多秘密 而這股氣息正在逐漸增長 必須趕快解決這故事 這個故事是要快崩壞了是不是 成就物品 成就物品 只有五個 欸 你想說少很多喔 被魔法藥水 亡命之劍 冰火祖靈 遺忘的鐵斧 普通十塊 好喔 啊 走吧 呃 先到哪去啊 請先到冰火城窟好了 冰火城窟好了 冰火城窟我們就有隻了 呃 卡 我再回藏了這個東西 太急啦這個 這個東西太急了 真的很容易就把這隻給封 卡住了 可能是城窟捏 看這邊是不是想偷藏東西啊 看這邊是不是想偷藏東西啊 看來是沒有用 這邊也太 這裡也太石頭了 食堂研究室 看到這邊是什麼 請示 我怪先到裡面看一下 看全都是狗狗嗎 第一代首領 揮風 第二代首領 牌領 每個都長一樣喔 你好我怎麼認識他們 第三代首領是淑女 娜梅莉亞 第五代首領是夏天 毛毛狗 第七代跟第八代都還沒有掛上去 所以要不然就是 沒有 沒有 沒有區域 這裡有所領事 會議室 該不會反過來的話是 這個 這個故事一開始就是崩壞類型 請示範看一下 嗨你好 雪 二冰火城窟 食堂的鑰匙保護 四 嗨你好 先好看一下這邊 是不是有沒有偷藏東西 感覺上不太會塞這裡 這次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會不會偷塞在 某地方 不過 我先看的是沒有 我看一下有沒有借符盒 我看的是沒有 這次 在冰火城窟中 只有寢室外 有鑰匙 當你進入寢室後 發現那隻狼在裡面 你好像無法確定 但你應該就是死者吧 眼前狼並沒有要攻擊的意思 只是緩緩說出了這句話 死者 我是死者 對死者這詞 你只是充滿了疑問 死情況中變複雜 我是雪 在狼群中擔任預言者 我已經等待你很久了 見你到了這裡 那你有見到其他童話出現異變嗎 欸你竟然知道 你仔細回想了前面所經歷的童話 確實跟認知商的童話有所偏差 我先要跟你說明了這些異變的原因 可以幫助你完成最後的任務 在狼群中會有一個首領 所有的狼都必須聽從他的指令 而現在的首領是第八代 魯特 他的制度讓大家都很反感 但只要違背他的規則 就會死了一條 他把塵骷破劍來增加狼族的勢力 又站著有冰火祖靈的守護而消耗法外 不知道他在背地裡看了許多其... 呃...他在背地裡破壞了其他童話 好讓自己的故事能夠脫穎而出 但這個故事 他仍然只是個配角 你必須找到更多的線索 喔是小的嗎 你似懂飛島的點頭 總之必須在城窟裡找到更多的... 更多魯特破壞童話的線索才行 城窟的管制十分嚴格 房間都需要鑰匙才能進出 在各個地方都常有備份鑰匙 直接找到每個角落吧 學說完交給你一副鑰匙 是食堂的鑰匙 誰要到那邊去的 錯了...好喔 乾蝦 這是禁閉室 天爵室也是食堂 食堂沒有錯 開這裡 住院 怎麼可能 總覺得是... 我現在開的地方是更下面才對 對啊是更下面的啊 我開的就是邊的 竟然沒有... 這樣沒有額外藏嗎 好啦看來是真的沒有 不過這下面也有 肉末 劇情3 生肉食堂 還好不是神夜食堂 現在沒到十分時間要請回去吧 你在剛打開門就聽到這句話 你往聲音的方向看是另一隻狼 配話 呃...你是誰 你怎麼會有食堂鑰匙啊 突然回頭看了你 除了驚嚇外還有你生氣 那解釋蛋又怕害了雪糟樣子的蜘蛛物欲言又止 但還在慌亂的時候 他看到你手中的鑰匙突然露出了微笑 是雪人的傢伙給 那著力的打造技術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馬上就被發現是假鑰匙 你呆站在原地 來不及反應你是突然緩和的氣氛 才是雪人 竟然竟然是雪人的鑰匙 前面你就是施捨了吧 我們的命運不 呼呼呼 童話的秘密就交在你手上了 你還是待在原地一直是傻笑 傻笑 先我整理過十場了 你就知道看有沒有殘留的線索吧 一點點頭桌上明明還放得空啊 呃...你還吐槽他這樣沒問題嗎 我奢侈不意識的 我只要找一下看旁邊的偷藏別的東西 直接跑黑衣室去了 這個篇章大概會挺長的耶 大概不用想像會長的 黑衣室打開 有 先前計畫 預言檢討 進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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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寫字嗎 計畫 分派 問題討論 有 說有沒有偷藏東西在這裡 好像全部的話都逛過一次了 有 有啦這一次 這一次總算是有啦 倒不如說是期待有這種東西出現 研究室的鑰匙 研究室 裝備 裝備 配方 看來我還要自己完成藥水才行 聽說塞那麼下面 啊確實不都沒有 人家對得起我嗎 欸 等一下 我們要找到 啊我這邊 我這邊劇情沒有看 87最前面都看了 我竟然沒有看 我這邊 旁邊都看了 我就偏偏沒有看上面這個最明顯的 智障 這裡會議室裡空光光光的一隻狼都沒有 這裡看來是很重要的地方 趁現在都找點線索 好吧沒了 我覺得好像我沒找到也沒什麼關係 人類 真是少見了 你就是你一隻狼 正在製作藥水 但他完全沒有回頭 就是要進來吃人類 呃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你默默走到他身邊 他依舊沒有看你 則提出問題 嘖 如果要找東西的話 就趕緊吧 這個時間是不等人的 該說啦 你在這邊會影響氣味 雖然我無法服藥水 但是很認真的做著手邊的工作 你聽完的話默默的退後幾步 還是趕快找線索狼離開吧 欸每個人都叫我離開 有狗會做 藥水 有藥水了啦 是有藥水了啦 找到了 可是 可是 這邊應該都看過 欸等一下 他們要放在這裡啊 找到藥水了 首領式的藥水 哇 我一進去 還不直接丟力傷害傷你 好了 現在我們拿到這個 首領式的藥水 我們已經看到裡面有一隻 不知道是壞狼還是 什麼角色在裡面 先看看吧 來咬我啊 努特 又是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就先看看你腳下有沒有塞東西 這個最討厭 這個最討厭 好像我們也知道這個東西會塞東西了 這真的超惡劣的啊 禁閉是要死 先找到了 然後再其他的 欸不要看我啊 劇情6 首領努特 努特 努特 在首領式裡 見到現在的首領努特 他很 他很熱烈的到你的面前打招呼 呃 你好啊 現在參加城窟的嘛 不過我們城窟並沒有對外人進入的 還是你到這邊有別的竊途呢 努特看起來有所戒備 但依舊是笑笑的面對 面對他 呃 面對他直白的問話 反而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也只在喊不能上身 哈哈 開開玩笑 別緊張 往輕鬆一點 城窟裡的狼都很好相處的 我們也不排斥外人進 只是很少有人會來這邊 覺得很稀奇而已 我覺得雙腦的個性 跟之前遇到的狼都不同 我們就是首領嘛 算是他試圖想要讓人更親近他 但反而更令人摸不透 有來幫你建設嗎 現在剛好沒什麼事要處理的 你猶豫了下 還是道得生好 去冷靜一點 因為能藉由這一次機會 更了解他 可以找到更多細數的說不定 每天都說過小龍貓的故事吧 其實狼族並沒有故事中這麼壞 我們也沒有想要傷害過小龍貓 我們也事實想要跟人類和平相處 但他們還是對我們家裡戒備 也看得出來 我們 成功能夠自己自主的生活 根本沒有讓 沒有要傷害人類的理由 所以說人類不知變通啊 天啊偷偷是盜的說明 但你還是沒有一些心防 最怕臨時騙人的 你像努特說 想要在城坡裡面到處看看 也得到他的允許 趕快逃離他的視線 找傷心說 屁啊他到底在看著我了 屁啊他到底在看著我了 serious 他看著我呢 我還記得有個藏寶士的 很難 涋人 顧用路 好嗎 沒看到我的 我就是路過 金幣4 金幣4 我是不是到時候會被鎖在裡面 看不到 7 被監禁的主角 你該不是第7代 我已經獲得了兩本了 好啦 先看這邊吧 金幣4中有兩個寮房 其中一間關的是小紅帽中的主角大爺 他看來已經非常虛弱 感覺已經被關了很久 是 是啊 賴 我是被發現你 我被抓住了 他的聲音非常微弱 問他為什麼會關在這裡 只不過是我叛徒 忘了告訴大家卻被關了起來 我的哥哥 他被逐中誠哭了 叛徒 你小心翼翼的問他叛徒是首領嗎 首領 是幫助狼群的 叛徒也有其人 不要被迷惑了 現在的情況下非常混亂 我們知道究竟是正義還是邪惡 還是選說話 如果更多線索就更好了 大野狼在你離開前拜託了你 希望能夠代替他去看哥哥過得如何 據他所說 他哥哥是住在湖中的洞窟椅 我們去看看 每個長的樣子都讓我無法了解 冰火祖林 傳說中能夠見到冰火祖林的人 一定會發生幸運的事情 狼族的第一代首領 在偶然中遇見了他 並與他簽下契約成為了魔法少女 首領願意犧牲自己 還成為了冰火祖林的養分 而換來祖林的守護整個狼群 但只有在這座城窟裡有效 所以狼族基本上不會離開城窟 而往後歷代的首領都在臨死前 將自己貢獻給祖林的養分 也成為了狼族的習俗 只為了守護下一代狼族 不過在努特當上首領之後 已經明確表明拒絕成為祖林的養分 或是觸怒的祖林 也讓狼群議論紛紛 有些狼選擇到其他森林中生活 有些狼繼續在城窟中 等到沒有祖林守護的那天才要離開 而少數狼則攀附著努特 並且跟隨有權有勢的首領 還能得到多少好處 而往後的狼族會不會變得如何呢 下面只有在努特的時候才會知道了吧 唉唷 這段故事在講的時候都是蠻有趣的 好,你這邊 想要偷塞東西 要去... 剛剛按照他所講的 要去... 湖中洞窟那裡 好,我們接下來要去洞窟那邊了 目前我們還沒有藏寶寺的鑰匙 藏寶寺需要鑰匙才可以過去 那可能在之後才會遇到了吧 好,我們先過去看看我們的... 湖中洞窟 湖中洞窟 你們都喜歡住洞窟啊 湖中洞窟 然後這邊是我們入口 湖中 紅帽審判所 湖中洞窟,先走出來 先走走 哇,這看起來就是想要... 逆流而上啊 這不逆一下真的是天理難容 天理難容 最近巧花草都會有點大石頭之類的 遺忘了鐵斧城堡 這應該是空難的 好吧 遺忘了鐵斧 巧夫是你嗎 為什麼那邊都有亮光在亮 這個亮是什麼 亮心酸呢 這裡面的介護盒真的是被安排得好的話 你根本就找不到東西在哪裡 真的很恐怖耶 像我現在一路上晃過去 我必須還要再回頭看一下確認我沒有遺漏叫什麼東西 要不然我根本不會找到 我說真的 這個材質包很大一封原因是為了迷惑我的眼睛啊 為什麼有海螺絲燈呢 空的 什麼東西你先給我放空的 不可惜啊 算了 我爬上去的時候 嗨 你這住的真的是有話 城窟地牢 還有地牢的鑰匙 地牢 地牢 那你叫什麼名字我都還不清楚 後面有沒有放東西 那你後面呢 你後面有沒有放東西 讓我看看吧 看的是沒有 好啦在面前毒物故事吧 呃 洞窟中 洞窟裡有個狹小的空間 這也真的很辛苦嗎 大羊的哥哥就在那裡 過去看看多少狀況吧 火弟 叫你來的是嗎 還好嗎 很像我們兄弟啊 最後一個人能看到這種 這種情況 你試圖問他 城窟的叛徒是 你現在已經分不清楚是非真假了 我沒人確定誰是叛徒 只是知道 有狼 私底下的破壞其他童話 你知道城窟除了禁閉師還有地牢嗎 便也關了許多童話人物 放滿了其他故事的關鍵物品 不少那些 那些故事找到大亂的 地牢 看了有必要去調查一下 這是地牢的備份鑰匙 在我被逐出城窟時 我把它拖了出來才能幫到你 竟然拿到地牢匙 蛤 我還要回去 城窟喔 好吧 地牢 我只有看到 可是可我只有看到 藏寶石阿 我沒有看到地牢阿 這個東西阿 地牢阿 嗯?等等 啊!過了阿 突然想到 地牢跟遺忘地獄 什麼洞洞阿 這 哇 這個真的藏很深阿 我剛剛一開始沒有注意到有這個 補倒汰阿 不知道阿倫竟然是可以換寶石嗎 抱歉我要先檢查你這裡不是我的東西 唷 唷 這邊的故事寫得還不錯耶 不過彼此故事之間並沒有很大的觀點就是 童話人物的證詞 喔 喔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 剛剛有 我們還記得我們前面有所謂的審判所嗎 這個應該是 用來做 辯證用的證詞 簡單講就是之後我們有可能會用到 這是捷克 這傻子是捷克 等等等等 糟了 好多東西喔 其實他這個後面應該要再加一點石頭 要不然我都會看到外面 這是一個小建議阿 因為你畢竟要做完整一點嘛對不對 喔 殘寶石的鑰匙 找到了 還有紙 紙牌 Eat me No Hell no Drink me No Hell no 勇氣魔藥 巨墨之心 真知大腦 好多 葛思華這個不是 有些都先放了一些奇妙的東西 魔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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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斧 銀斧 單 扇魚劍 日本衣 魔禁 魔禁 這魔禁還有一點微笑的樣子在耶 我沒有看錯是真的在笑 海龜蛋 石中劍 這樣哪有這麼重要的東西啊 破碎的童話 對保護 保護室 什麼都看一看 我好像剛看過紅 就沒東西就是 在地牢中果然有許多角色被監禁了 而這些關鍵物品的速度量實在太多了 無法想像其他的紅話正在遭遇什麼樣的改變 這張童話監禁力是最有利的證據了 只不過 魔禁王到底是誰 雪說的是實話 還是魯說的才是實話呢 帶了早上的證據去最後的紅帽審判所 欸怎麼這麼快 最後我到底是誰 不需要你來決定啊 蛤 蛤 蛤 欸 這麼快 這麼快 三個了 我現在找到三個東西了 藏寶石鑰匙估計會有藏那個 看上去沒東西 金礦 人 人皮 人皮獸 信仰師 信仰師 不可能 這個東西 這樣放一定是有藏什麼鬼東西在裡面的 人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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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在一起 因為畢竟應該確定有沒有什麼東西被防在裡面 欸? 這不可能 找到了 普通石塊 普通石塊 哇 這個 好陰啊 但是 最後應該在紅帽審判所了 他應該不會有多重結局的情況出現才對 所以我 我預估啦 我預估應該這個東西 會只有一個結局 這傻 我傻 傻不認真 傻不認真傢伙 惡慘就掉下去 你們旁邊沒塞東西 看你們應該不會放東西才對 請投入五項證據 12345 蛤? 是這樣的節奏喔 我以為 欸? 投入五項證據 證詞 保護令 狩獵計畫 收據 跟藥水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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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真的讓我選喔 天啊 最終審判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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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的是死 誰說的是謊話 我是誰 並且告訴我一堆東西 還做出鑰匙 甚至連旁邊的那些 旁邊的那些人物什麼的 都知道選有在做偽造鑰匙 相較來講努特索 他有的證詞人真的不多 就決定是你 現在我選的是對的 努特的結局 還有分結局的 紅帽領著審判團到城窟將努特帶回審判所 對他進行最後處置 而事件也回顧到最初 從前傳說中有位仙子能夠預知未來 他在努特當上首領時 拜訪一次城窟 他告訴努特大羊將會傷害人類 人類將會擊垮狼族 狼族被迫滅亡 努特每天都為這件事煩惱 所以最後決定派狼 派狼去將大野狼監禁 為了在過程中被大羊的哥哥發現 被人家驅逐城窟 但 只要大羊的破壞史的故事也無法如其進行 小貓的故事也進行被遺忘 這不但影響了故事 狼族也將被遺忘 努特又為了維持著故事的地位 開始破壞了其他的童話 只要其他的童話無法滿足大家的期望 那麼他們的故事也將被遺忘 就是把...我不能好 你也不能夠狗活就是了 努特開始設立研究所與會議室 討論著下次要處理誰的故事 連發了各式各樣的藥水 他用強勢性的燕屋藥水神抽小鴨 被童話...啊! 蛤?故意將黑魔法寶典 放在白雪父親的書庫裡 而負責暗殺的獵人 也是他所雇用的 蛤? 用金錢收買了小豬的哥哥們 讓他的愛玩的哥哥們有地方可以找樂子 幸虧在他破壞其他故事之前 使他被抓住了 而且沒有被迷惑的影 受到紅帽的讚揚 那些被監禁的童話故事 與物品也被審判團 送回原故事中了 在小紅帽的故事中 大雅本來就是謊年的存在 要是聽信了他的謊 現在會變成童話終結了 好了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稍後有的東西吧 鐵斧...遺忘的鐵斧找到了 那個...冰火祖靈也找到了 然後是黑魔法藥水也找到了 還有就是普通石塊也找到了 是像《亡命之劍》沒找到 《亡命之劍》 這大概有沒有附近嗎? 還是說是城窟內也有 這我就不曉得了 因為畢竟... 唉呀...這東西有些... 真的還沒有難找 所以就直接跳貝爾羅傑的祕寶了 印象中是5個故事沒有錯 可是... 就不曉得這一本的... 是...是怎麼個鞋子啊 哼...